当一名平日里并不以锋利严辞世人球员变得锋芒毕露 这也许意味着这支球队已然在悄无声息之间完成蜕变 进化成为了具有足够抗衡任何对手硬实力的精锐团体 例如现在的这支亚特兰大老鹰 私职得分后卫的伯格达诺维奇在谈到球队将以何种姿态面对新赛季时 弱者之姿是被他提及最多的关键词 人们仍然不相信我们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想要证明他们是错的 我们得重复做到几次才行 不能只凭借这一次的努力 因为一次说明不了什么 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尝试做到最好 也不能只靠一个赛季的成功 而是要做到连续多年的成功 这也能够在联盟中赢得尊重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赛季就赢得其他人的尊重 从伯格丹坚定的语气和态度中 不难看出老鹰全队上下经过上赛季季后赛的洗礼 变得更加的成熟 心态也更加的沉稳 作为季后赛最大的黑马 首轮将尼克斯送回家 又在半决赛中 亲手淘汰了东部头号种子球队 费成七六人 直至东部决赛 又与强大的缅尔沃及熊鹿 大战六场 最终利有不待败下阵来 值得一提的是 去年的总冠军奖杯 正式被熊鹿抱回了家 老鹰的成长速度和取得的成绩 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期 他们的重建速度远比想象中的要短 但即便上赛季的老鹰 亲手递到了对视上一个不小的奇迹 仍有好多人将其归结为运气使然 而这也是伯格达会有上述言论的原因在此 几乎没有人会把亚特兰大老鹰 纳入夺冠球队的行列 被侵蚀的老鹰重将 将要做的就是让所有看清他们的人跌破眼镜 成功是会让人上瘾的 在领略过山顶的风景后 亚特兰大人最想做的就是征服之作 甚至更多座巍峨的高山 能容纳老鹰展翅的地方 只能是辽阔的天空 绝非贫瘠的土壤